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2019年5月6號 禮拜一的盤後解盤 各位同學們好 我知道今天我們收視率 點閱率一定會非常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奇蹟式的 台股居然 多空酸沙 同學們好 我在說一件事情啊 很多人可能不認識我 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預測到這件事情 你去想一下一件事情啊 哪個老師會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台股在這邊的時候 跟你講多空酸沙 上禮拜五我們的影片 創點閱率的新高 來到1萬多 才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沒有靠任何的媒體 我靠我郭子宏三個字 我好好地 好好的 慢慢地 認真的跟大家解盤 點閱率越來越高 1萬多人來觀看我們的影片 多空酸沙 你想想看你要展的分析師 那今天沙下來了 很尷尬是什麼 很多人問我 欸 頭長 瓜老師 坑好10897 怎麼看 太恐怖了 雞皮疙瘩 雞皮疙瘩出來了 goose up 同學沒有 你不認識我 你會覺得我胡扯 認識我 你自己看我影片 這個有7000多人看 我們與10897的距離 這騙不了人的 你去youtube搜尋 觀眾分析師 我們與10897的距離 我現在7分鐘字幕版 我現在字幕越來越多了 因為上午應該是現在全部都字幕了 為了你們 因為我知道我講話有點大舌頭 我就是這樣一個精益求精的一個分析師 要嘛就改進我自己 要嘛就是輔助我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字幕都顯得很清楚 好 我們都是有個字幕版本 現在都幾乎是全部20分鐘以上的字幕 或全部字幕了 我們與10897的距離 各位同學們 今天剛好說10897 你不認識我 你會覺得我跟其他人一樣 可是不是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靠我的努力 以及天賦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子 我不敢說我是不是每一次都準 我有不準的時候 可是我準起來 會嚇死各位 你會覺得我覺得天賦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10897 第二個我要再講 我說你可能不認識我 認識我 這些東西都是我的LINE人數 兩個月就一萬多人 也破了分析世界的一個紀錄 2月18號預告 這邊有日期你看 你自己慢慢看 這邊18號對不對 這個浮水印是LINE給的 好不好你只要上下移動 一定可以看到 144點之前 沒什麼大幅賣壓 我講是上跪指數 上跪指數 144大點 兩個月前預告 兩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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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人力 OK 144大點剛好這邊 我發現了 兩個月前在這邊的時候 在這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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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 144大點有壓力 台股 今年以來 從來沒有正式站穩 144大點 而有一位分析師 有一位分析師 在兩個月前 就預告 144大點 我說台股 我上禮拜的時候 台股漲到我都不知道怎麼漲的 我覺得太誇張了 我還警告你要小心 我說我是抓小放大 我看上跪指數 上跪指數 要真正突破144大點 不然這個突破是假突破 我們跟各位告知 有 這在真才死掉 同樣你相信嗎 在十年前的時候 分析師界 十個裡面 會解大盤的大概 不到兩個 現在很多人都會 很多人可能受我影響 我覺得解大盤 才是真槍實彈 才是真槍實彈 我可以私後話馬後炮 跟大家講說 反正你就做股票下去了 我們順著趨勢做 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要去預測這行情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本來你下股票 你買股票 本來就是預測它漲 難道要預測它跌 你賣掉股票 你本來就可能預測它盤整 或要跌了 不是嗎 所以下每一筆單 本來就要預測行情 分析師本來就要解析 甚至要去預測行情 合理的預測行情 本來就是老師該做的事情 所以投資廟 看到沒 這就是我跟很多人 一般的 那畫面給我 最大不同之數 剛好144大點 根本就沒增上去 所以台股這一波的突破 本來就是假突破 所以我才說 小心多空算殺 禮拜五的影片 禮拜五的影片 然後今天更恐怖是10897 我等於今天是什麼 神預言 然後11連發 11的驗證 那好啦 這是公商時間的 這最後一點公商時間 好不好 這個太臭屁了 可是是實在話 我說如果你認同我講話 或是你不認同 你覺得你胡扯 你回去搜尋 郭忠分析師好不好 在YouTube裡面搜尋 好不好 去看一下我這些東西 這個不能亂改啦 好不好 我有時候頂多改個 我頂多比如說 我不會亂改標題 所謂的標題是什麼標題 好不好 你會改個金湯號問號 這個不會去亂改的 因為這是要給你驗證用的 這是要給你驗證用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我歡迎你去搜尋郭忠分析師 搜尋郭忠分析師 對不對 你本身有YouTube的帳號 沒有你要去申請一個來 YouTube的帳號很好 以後你可以看很多影片 搜尋YouTube以後 搜尋郭忠分析師 像我這種影片 是最近這兩個月的 你搜尋到我兩個月前的影片 你會訂閱到別的頻道去 搜尋郭忠分析師以後 我最近的頻道 點進去以後 這邊下面 點進去 對不對 這邊下面有個訂閱 再下面一模一樣的訂閱 再加小鈴鐺 記得這是我訂閱頻道 然後畫面給我 這是訂閱下面 還有一個訂閱頻道 加入進去YouTube頻道 搜尋郭忠分析師 下面還有一個訂閱 再按小鈴鐺 你就可以每一天搜尋我最快的消息了 可是 這只是我的影片 影片有時候解析得很清楚 可是最即時最獨家的 昨天清晨 今天清晨兩點多 凌晨兩點多 哪個分析師為了你們不睡覺 像傻瓜一樣 我現在也沒有收會員 我現在廣告也沒有 我也沒有給你訂閱收費文章 要收錢 通通沒有 可是我凌晴兩點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 因為我就說過了 天賦加努力 我比誰都努力 我比誰都努力 兩點的時候跟你講10897要注意 我說今天台股就是會跌了 我說除非有一個意外消息 比如說劉鶴突然要起航了 要起承了 劉鶴副總理 中國劉鶴副總理 要起承了 還是要跟他談判 那今天就會拉 如果是今天發生的消息 沒有這種消息 沒有意外的話台股就是跌 凌晨兩點寫的文章 所以你務必要加我LINE 你可以驗證我說的對不對啊 我歡迎來驗證啊 我不會說每天都對的 我也沒有 我雖然是一個選股紀錄保持者 我有錯的時候 我也有賠錢的時候 可是你可以去比較 我跟別人差別 是差別在哪邊差別有多大 歡迎比較 所以你務必要加入我們小老鼠S178 小老鼠S178 這是看我的文字解盤 而且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共產時間 我剛才講完了臭屁的 那就不要臭屁了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 我就說我們也沒廣告 你就把它這樣說那是廣告 還有些是驗證的開始 為什麼 我也是驗證的 哇真的很誇張 10897 144大典 然後多空酸沙 這些東西很誇張欸 真的啊 不認識我會覺得胡扯 認識我會覺得 哇這個老師好誇張喔 所以我認為新時代 還要在網路上生存的分析師 我認為要有實力 能力 努力 我認為是這三個例 好不好 那除了這一萬 我們順便來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我有問題是問喔 現在比較尷尬的是說 喔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哪些還沒講 我說 現在有尷尬的問題是說 美國川普 大家都知道 像他以前不是說 欸 川普要跟金正恩兩個說 要世界大戰了 來啊 你有盒子按鈕 我坐上盒子按鈕比你更大 嗆聲完以後對不對 衝突過後妥協 像很多人會問我 頭長 我知道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川普習慣先衝突後妥協 這次會不會妥協 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是半年前 川普可能會妥協 這一次比較尷尬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數據太好 美國失業率3.6% 這半甲子 半甲子什麼意思 一個甲子 半個甲子 應該算是 反正就是49年來 49年來的一個歷史新第一紀錄 49年來 3.6%的失業率 你有沒有搞清楚一件事情 這他課完稅 對中國課了10%的關稅以後 幾千億美元的一個商品 對中國商品 課了10%以上的關稅 還是能失業率降到3.6% 如果你是川普 你怎麼想 他現在腦袋很直接想 那是因為 我把工作移過來了 我課關稅 那美國人不得不再怎麼樣 美國設廠 在美國設工廠 而不在中國設工廠 所以我的政策是對的 所以川普前陣子 來說一句話 能簽約也好 不簽約也好 美國都贏了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什麼 最大一個消費市場 好了 所以現在川普覺得 你給我拖嘛 我不是上禮拜跟你講嗎 時間換取空間 而且很誇張的是 投資朋友有沒有發現到 我已經好幾個月了 好幾個禮拜了 沒有講中美貿易戰 為什麼上禮拜我肚子痛 我真的肚子痛啊 我痛三天 那個叫感冒型腸胃炎 反正 當然也有人說不懂說法 反正就是病毒入侵啦 感冒病毒入侵到腸胃 我真的肚子全身 真的沒力 我真的是 真的是 我還是堅持毅力 努力 來錄影 那你看我精神狀況有點不太好了 結果 我還是跟大家講 中美貿易戰 我解釋很久 為什麼 我知道這邊要開始有個結果 不論是好或不好 怎麼知道現在比較傾向你不好的結果 現在比較傾向你不好的結果 所以 投資朋友 現在羅奇來了 如果你是川普 來今天這段很重要喔 川普今天 他會 他在數據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他決定一件事情 跟中國宣戰 我要再給你課25%關稅 今天 美國稻窮 小稻窮 稻窮期貨 跌了500點 台股跌了199 199吃到飽 跌到飽 入股好像跌了快6%了 為什麼 他覺得他有把握 因為他去年課關稅 結果現在數據資料是好的 所以他覺得 你要簽也好 你不簽也好 最尷尬點是這樣子 他不怕起衝突 他也不一定要妥協 他覺得沒什麼差 人簽約最好 不簽約 fine也沒什麼不好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當然我認為他邏輯有時候不太好 那只是因為他是美國的市場 他夠大 大家得要聽他的話 就像美國要印鈔票 大家也要跟著他一起印鈔票 他的錢變保 大家也要跟著一起錢變保 全世界只有美國人搞這個遊戲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聽不懂就算了 扯太遠經濟 我怕你反而聽不懂 反正結論就是 川普現在有信心 以前課關稅 反而讓我失業率下滑 我現在可以給你課更多關稅 我不必怕 說不定失業率還可以更下滑 他腦袋裡是想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會不會妥協 這一次比較難預測 因為失業率是49年來新低 對不對 非農就業的數據也很好 美國道琼也創新高 你說今天跌500頂也還好 所以川普想是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可以跟股選民交代 所以我說這次比較尷尬 好那第二點是我要跟拉講 這是第一點 這個比較難預測 我到時候再慢慢跟大家解析 這要花比較多時間 我要看 像川普想是什麼 我認為川普是 我就知道你簽約 你不簽約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來 那心中 他最終心中還是希望簽約 他還是喜歡以戰逼合 沒有以戰逼合 不需要這麼出奇 這個出奇不意啊 你聽得懂嗎 所以還是想簽約 只是不簽約 那也沒關係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第二個我要跟大 是劉鶴會不會來 因為劉鶴本來禮拜三要來嘛 來了以後就差不多要簽約了 所以我說可能兩個禮拜內 快點兩個禮拜內 甚至年月底之前 六月底之前就搞定了嘛 結果禮拜三要去美國 要算了一百多個官員們 中國的官員們 要去美國 可能協定好簽好了 下一次怎麼樣 下一次就習主席跟川普見面了 那現在怎麼辦 又被打臉了 跟去年一樣啊 你要來是不是 我先給你加關稅 那劉鶴來不來 我給你答案 劉鶴如果不來 那就代表近期內不會簽約了 近期內不會簽約 那依照川普的個性 他就是會怎麼樣 很有大的機率 還是會變成25%關稅 那這禮拜的股市跌不完啊 所以你至少要先保佑怎麼樣 劉鶴至少要來 那有此一說 現在說怎麼樣 劉鶴可能會來 只是禮拜四後才來 來一下就走 看你要不要給我台階下嘛 看川普你還不要給我台階下 如果還是不給我台階下 我覺得他們也不一定想談呢 就像我講的 習主席我去年講過 吃軟不吃硬 其實我都研究過他們兩個人的個性 研究非常久了 全台灣我自認我最了解川普啦 因為全台灣分析師 只有我在2016年的10號 預測川普會單選 你想想看人家怎樣分析師 你還記不記得一件事情 更誇張什麼 我前幾天 像這種標題對不對 這標題對不對 我想起來了 政治我也很了解 天天像這種標題 我是有沒有預測 我預測 郭董要怎麼樣 要代表國民黨啦 兩個禮拜前你相信 不相信 兩個禮拜 好像每個人都知道 韓國瑜被質詢的時候 然後被一個小女生翻白眼 這樣子 小女生在笑 那同票 怎麼辦 民調會下滑 雖然誰最強 變郭董了 兩個禮拜前沒有人覺得我郭董講是對的 所以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看很遠 這就是我天賦與努力啊 這是我天賦與努力啊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政治我講清楚 所以我說我了解政治 我只是不想去解析而已 因為每次講政治 我覺得好煩你知道嗎 你講政治樓下就有 下面留言就有開始有人跟我們辯論一些 有的沒有的 那我覺得沒有意義 你懂不懂 我覺得那個人都沒有意義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跟你講我藍也投 綠也投了 我根本就對我來說 我根本就不需要政治人物 傷害你跟我的感情 很明顯的也算是傷害到 可是我又不能 我因為股市關係 我能不去去了解經濟嗎 我能不去了解郭董要不要選總統嗎 一定要了解 因為股市關係我要了解 所以我不得不講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真的你不需要被政治人物給受影響 那個完全沒任何意義 可是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從頭到尾 我看得比誰都遠 從頭到尾 這個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第一件事情 這很多事情想成第三件事情 所以留後會不會來 這禮拜很重要 你先看短期這邊 可是最尷尬的是什麼 最尷尬的是 來我給你結論 我知道你現在頭很痛 10897到底算不算破 我這可以破題法 10897今天有守住對不對 那只是這個數字很神奇 有人想守 可是我認為守不住了 我認為要破了 因為畢竟盤中破了 所以我跟你說盤價 可是我有沒有跟你說一件事情 來 10897突然是在這邊 突然是在這邊 我本來是說減100點 本來是10997減100 對不對 數學就是10897嘛 可是我問你一件事情 10997是最高點 請問你上禮拜最高點是什麼 已經是這邊 他背好多數字喔 11097 11097 已經要11097了 上禮拜最高點好像1097 1096 投資表1096吧 11996 差不多 差不多點會 上禮拜高點已經比 10997 你看夭壽喔 背好多數字喔 已經比之前的收盤價再高100點了 因為上禮拜有亂攢嘛 我就說亂攢一通 他說沒有 我有沒有說 我說亂攢一通 我到時候這些熱情的行情 落跑的時候比誰快 有啊 今天賣100多億啊 其實都能減1萬口啊 這些東西有沒有講過 有 你不要說我沒講 我有沒有說大家跌破1099 大家跌破關鍵點位 當大家從收盤 比收盤價低 多跌100點的時候 我有沒有說過 行情會怎麼樣 來來 我說可能三行走勢 所以投資朋友 你可以再抱著一絲希望 我基本上 我還是會勸你就是走了 我之前就跟你講 你該走我就走 我勸你出一半 好如果連明天 連10897都確定沒有 還是跌 那你也不要有什麼希望的 好不好 你就出一半 你算是出三分之二 甚至空手 好不好 問問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他可能要再跌個 500到1000 喔 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嚇你 因為我講很久 我沒有嚇你我講很久 140大點 全台灣也之後我先講 三規指數 抓小半大 我們與10897的距離 也全世界之後 全台灣也之後我講 我沒有嚇你 我從頭到尾就說 我怕一個三行走勢 我怕 來看一下 我怕跌回奇展點喔 奇展點 如果你嚴格算是9300 媽媽咪啊 不要嚇你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萬點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萬點好不好 那你說要跌1000點嗎 你一定要每一天看我節目 你務必要每一天看我節目 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講 不看我節目 同學 你又變成沾飛打岳飛啊 你說 頭子啊 你上個月講什麼 我上個月講什麼 我這個月已經開始改變我講法 怎麼辦 你不能拿上個月我講什麼 來否定我這個月講什麼 那我何必這個月來解盤 你懂我邏輯嗎 很多人說 你以前講什麼 那我今天解析盤式 我改變我看法 稍微改變都不行嘛 所以你要先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理論上我不會大改變 改變原因我都跟你講 所以我認為10817 雖然今天手術了 你還是 可是所謂的關鍵點位 我的原則上理論上 我是跟你講說 從高檔回檔100點 建議回檔199點了 好不好 該走一半就該走一半 甚至你要出清就出清 好不好 我就說過 少多賣一點股票 你不會什麼虧啊 就是少做一點股票 不會什麼吹 這是第一個點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來 我說 那個 我說現在間接是什麼 來 川普如果繼續打 我們請導播關一下門 川普如果繼續打 今天怎麼辦 川普如果繼續打 台股一定會跌嘛 繼續打貿易戰一定會跌 這是邏輯上來講 一定會 一定會 好不好 那第二個 你現在問你說 如果川普現在推爛呢 台股就會漲了嗎 這是今天重點重的重點喔 川普如果推爛呢 台股 台股會不會就不跌了 來 你看我怎麼想 我問你一個邏輯就好 來來 這簡直是喔 我這簡直是 川普如果繼續打貿易戰 台股是一定會跌 川普如果不打貿易戰 甚至和解的 跟習近平主席和解的 就像一樣 我跟金正恩嗆嗆嗆嗆到最後 我又核子彈 我又核子彈 看起來兩邊要打了喔 最後沒有事 先衝突再妥協 這一次可能走這一招 可是這一次的衝突 他可能可以拚比較久 為什麼 他可以玩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美國數據好 好 就算到最後衝突 也是為了妥協 我們要簽協議的 我跟美國跟中國 要簽協議的 哇 從此王子與公主 過著幸福快樂日子 假設啦 你覺得台股就穿金剛嗎 我給你答案好不好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太會 為什麼 來 請問你一件事情 貿易戰和解什麼時候開始 貿易戰和解從24月的時候 它開始漲了 從9000多 從9500 漲到10500 這一段 漲的都是 中美貿易戰 其實沒有比小山中差 10500 漲到11000 一這邊 附近 才漲的是說 挖警器 其實沒有小山中差 9500 漲到10500 漲這1000點 是大家覺得 中美貿易戰 沒有那麼嚴重嘛 看起來好像川普 跟習主席其實要和好了 這一千點早就反映 兩個要簽約了 所以我是不是一直在講 我在兩個月前就講了 你要小心 利多出境 我們講 一定有講 就像沒講沒關係 反正我現在預告給你看 我就再預告給你一次看 我就跟人家不一樣 我一定有講 我講了至少五六次以上 而且我要解釋 什麼 2015年的馬錫慧 2009年還是MOU簽訂 我不知道這一段我們講 可是2005年 2015年馬錫慧見面有講 那一次有講 我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 本來就已經反映了 反映完以後 利多實現怎麼樣 也會跌 所以那時候出貨 利多實現會跌 利多不實現也會跌 所以我都節目在撲哏 所以上禮拜五 我就作為貿易戰 這個我也在撲哏 只是那天我肚子痛 還沒有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其實 我在以前就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不論是利多實現也好 不論是簽了協議也好 或者不簽協議也好 基本上只是大跌小跌的差別而已 哇你嚇到你了 所以我實在跟你講 眾多原因之下 你這邊可以稍微減碼 所以我常常說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剛好五月 剛好五月 同學沒有 那你可以說 哇天災 這算能貨 運氣好 那運氣好怎麼剛好 101897 運氣好怎麼剛好 144大點 上規止數今年就是沒有站上 而且144大點就是五次 畫面不是這邊 沒關係 144大點就是連續五次 上規止數就這邊 就這邊 連續五次啦 在二月的時候 在這邊跟你講 連續五次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然後就撒下來 這個是運氣好嗎 不是 之前都不講中美貿易戰 我已經好久沒講了 這裡 上禮拜五我開始講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找分析師 所以我結論是什麼 本來就會跌 只要 簽也好 不簽也好 本來就會跌 只是大跌小跌的差別 所以這邊 我認為就算簽的 只是不會跌那麼嚴重 可是該跌可能還跌 這樣懂嗎 邏輯很清楚 再看一下我以前就講過的東西 來 3月7號我跟大家講 深夜來解盤 3月7號有沒有 3月7號要小心利多出鏡 或者利多沒有實現 為什麼這兩件事情把它寫在一起 因為不論是利多出鏡 不論是利多出鏡 還是利多沒有實現 都會跌啊 所以利多什麼的東西 對不對 川席會這邊嘛 川金會嘛 還有川席會嘛 那時候一起講 川金會川席會一樣 利多出鏡還有利多沒有實現 所以你看我撲梗撲很久 所以今天只是 劉鶴如果還是有去美國 台股會談一下 可是會創新高 不會啊 有人受傷他不一定會再回來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邊你要開始保守了 其實保守我講很久了 所以我用邏輯來告訴你 你不論現在簽不簽 你可能這邊都要稍微的減碼了 好不好 那關鍵點為10817 那只能說剛好 剛好就是這麼神奇 不知道是數字 公有緣啊 那就看你信不信有你 那就這樣子 那只是邏輯上來告訴你 有沒有利多有沒有實現 本來就是 只是大跌小跌差別 那如果高點已過了 就該落跑了 外資如果已經多翻空了 他的空當不很快的話 接下來賺錢怎麼賺你知道嗎 殺下去 所有符合我四個字 多 空 酸 殺 多也殺 空也殺 我怕就這個東西 都已經不好空當 我在佈多單幹嘛 上面多單也很多人已經有賣壓了 我幹嘛給你解套 我不如玩一下殺 這是對沖經濟最愛做的事情 所以你想看你那張分析師 所以我今天沒有解什麼股票 因為我建議你就是 就是輸掉 好不好 當然我跟你建議 你不一定會覺得 哇我沒賺到錢 那我跟你建議 你自己要自己斟酌 因為我就是給你建議而已 因為這次畢竟你的財富 這次畢竟你的財富 那我完全都不給你建議 也不好 你就好像我都沒什麼講 那我要跟大家講 我就是給你一個投資的建議 那我也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去要收會員的一個傾向 我要跟大家講 等到真的有再說 目前沒有 好不好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問我這件事情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 不是沒有啦 我也不答應什麼 進廣告啊 收廣告的費用 都不需要 也不用訂閱費用 那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好好把握住這邊的行情 那你會覺得 恐怖的事 一切的一切 我居然預告在前面 今天節目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像看年雅長的分析師 如果認同我的說法 認同我 真的是很多事情講在前面 你務必要加我們LINE 好不好 小老鼠S178 小老鼠S178 深夜解盤 有時候第一時間解盤 這個叫看我們的文字解盤 有時候更簡單 簡潔的一些圖片 你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更深入的一些獨家教學 還有課程教學 還有這些教學文章 應該說教學影片 你一定要訂閱我頻道 好不好 訂閱我頻道 搜尋郭哲宏分析師 在YouTube上面 搜尋郭哲宏分析師 訂閱頻道 這邊有訂閱 下面按訂閱 這小鈴鐺 最後記得按讚 可能比較少人按讚的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算這一波還算蠻準的 不論對我說一切的一切 我們遇過大家前面 謝謝各位